不只是说他的准确度 还有你的医生的技术 我们知道我们台湾的医生 我们的医护教育都很成功 不管是特别是我们的医生 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试 他的塞的技术 或他的这个塞的这个手法 有没有办法深入到内部 才能够真正塞到嘛 可是中国的医生 我们都知道以前 外号叫赤脚医生 他的医生待遇不好 所以他的医术也不好 你看为什么 不只是他的塞技 还不知道他的医疗的这个水平 所以我觉得今天拿台湾跟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做类比 这是医学还是说 因为中国的疫苗特别特利 他有特别的这个 比如说对洗澡 他是有抗拒的你知道吗 那是不是因为这样 他人体实验认为 接受人体实验的人 如果洗澡的话 他的药性就会 不知道 怕感冒 怕洗澡 如果 如果你说你怕洗澡怕感冒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 他在的地方没有热水 我们不是讲过说 对岸的那个情况 他就是没有热水 你不可以把人家 人家现在是 人家是 老人家체가 那个水平 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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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 老人家 老人差不多